郝哥好 兵杰好 同客请 从我手中的这个工具 大家不难看出 好看 哇 好真啊 有色录这个是 没有想到吧 他是一名壁画师 而且你知道吗 他在短视频的平台上 分享他刚刚那些视频 他拥有一千多万的粉丝 画得真是栩栩如生 我很多一些壁画的题材 是取自于中国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 例如《九色录金图》 它是敦煌墨高窟第257窟 描绘的是陆王本身的故事 这幅作品呢 是画在四川的绵竹 经历过512大地震 还有813的特大尼史流 然后他们仅仅只用了10年的时间 现在重现辉煌 为了致敬民族人民的这种精神 所以创作了一副童话珠宝 好棒 好棒 听说你现在就是那个 很多人找你画画啊 这个档期都已经排到明年了 是不是 是的 明姐 就是排得也不是特别长 也就是一年之后吧 一年之后吧 放二赛了 放二赛了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样一份工作 花花也是我从小一直以来的爱好 虽然说我的家里人就比较反对我 说一个女孩子你就应该做一个白领 在办公室里面穿着高跟鞋呀 穿着裙子呀 他们觉得一个女孩子 天天穿着脏兮兮的 活跃到工地 还全国各地这样的出差 觉得不太好 但是我内心是有一份热爱 我希望能够把中国的一些 优秀的传统文化 画到普通老百姓的家中 家家的故事被发掘之后呢 被人民日报啊 新华社 还有中国日报这些媒体 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称它为青年榜样 用恶爱支撑梦想 刮逆子也刮出了梦想的五彩人生 哎呀 这个评价特别好